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可欣监制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 吴君如指导的贺岁喜剧电影《邀零》 凌今日发布什么叫恐怖版预告 吴君如 沈腾 岳游恒 张义 帕皮 吴振宇 方忠信 姜俊燕 潘宾龙 阿儒娜 许君从众星集体出镜 各出奇招 爆笑演绎什么叫恐怖 这部搞笑金剧 评出 汇聚了半个华语喜剧江湖势力的贺岁电影《邀零零》 将于12月29日正式上映 尖叫 大笑 吴君如领贤重喜剧咖标演技全是恐怖 什么叫恐怖版预告中 岳游恒饰演的祖二代 须天宇爆笑发问 什么叫恐怖 恐怖一个给我看看 吴君如饰演的灵姐和张义 铺平灵贤的蒙贵方众街坊 一神演技惊声尖叫 隔空应答 须天宇则展现了他的恐怖秘籍 一连串鬼脸 这种出其不意的恐怖方式 引得网友一阵暴笑 有零零众角色的喜剧造型和桥段 也接二连三的随着什么叫恐怖版预告曝光 灵姐 吴君如饰 烧香作发 率领蒙贵方众街坊牙马路 气势汹汹 志在必得 中医王宝剑 张一世 穿红裙长发披肩 发明家里菊花 泼匹市 口吐白墨 孤祸在安明 吴振宇市 高空十字旋锤 地产商徐大富 深藤市 不仅带着圈颜大舞 还教育儿子徐天宇 月云邦市 都是假的 徐天宇一句 和新游记里的一模一样回应 行走的表情 包小月月随时都在贡献 搞笑金剧 100 什么叫恐怖版预告 在气氛的营造上 完全不按常列出牌 一个 众精神尖叫开篇 之后神转折到喜剧桥段上 抖了一个恐怖的包袱 原来恐怖和喜剧 只有一线之隔 从尖叫到大笑 预告中处处高能桥段 调动了一众网友的情绪和兴趣 让人不禁好奇这部喜剧 到底打算怎么玩 恐怖 喜剧 100前所未见喜剧元素 下洗礼电影 100围绕吴君如饰演的万能大 诗灵姐 带领蒙贵方住户们对抗黑心地产商 徐大富 申腾氏 徐天宇 岳云崩氏 父子的故事展开 随着预告曝光的吸血鬼 讲师造型和预告开篇 略显诡异区分是电影100在喜剧突破上的一个重要元素 提到100 导演吴君如如此定义 100当然是一部喜剧 同时 他也介绍 因为柔和了这些特别元素 100和观众平时看到的喜剧非常不一样 他解释道 这并不是要吓人 是因为好玩 兼致陈可欣爆料 这个想法源于吴君如 他也赞同这是个很有趣的概念 100早已曝光的群戏阵容 光罗了吴君如 沈腾 岳云恒 张艺 POPI等不同风格的喜剧演员 导演 导演吴君如企图打破这些喜剧人之间的壁垒 以令内火花为观众带来 新的喜剧观感 此外 由此次发布的预告可见 100将尝试以恐怖元素点燃喜剧元素 在硝烟四起的喝碎档 依靠反差感和差异化 触碰观众的笑点和嗨点 从恐怖分为跨度到搞笑故事 在国产喜剧中还并未有人尝试过 陈可欣 开心麻花与吴君如此番携手段上的贺岁大餐 在报笑之余也令网友称赞 真会玩 喝 随喜剧100由陈可心兼致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 吴君如指导 吴君如 盛腾 岳游恒 张义 POPP 吴振宇 方忠信 焦俊燕 潘兵龙 阿儒娜 许君聪 李一航连妹演出 将于12月29日登陆全国院线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杜嘉越 NK6020 分享 赞相玩阅读